前面说了这个敌掌子继承治 现在这个老百姓家呀 好像讲究的也不太多 就是大家评分也挺好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皇室权贵这个 人家地位高 那就讲究就多 那么其实真的是老大呀分的比较多 但是呢 他是为了天下 为了这个他的家族 所以说他分给你这个物质啊 同时也要你这个人舍得下放 也是这样的 包括甚至说这个什么中男轻女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以后再说吧 先前之前过年的时候 穿西庆那个时候也说过 说的比较少 我们再加深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呢 我们先说说老百姓一个俗话 要先来后到 人一听 这个你先来 你就有道理嘛 我们可以举几个小例子 就是 经商 一个人 先在这儿 来了 那么他站在这个地方 后面又来一个 卖同样的东西 给我们的感觉 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呀 是不是很反感 有些人用现在西方的思想 说没什么 大家公平竞争 就这一套的吧 那总之 不是你本人 轮到你 再说 然后 其实真正讲究人呢 这个都算是一些 世俗常理的 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 也可以讲是交互规矩 反正游行入理也好 怎么样也好 都是不成文的 那你先来 谁让你来的晚 人家 就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吗 那你看他这儿好了 你再来了 你是不是 也是这个心也不纯正呢 反正很多角度 总之 人家运气好就先来了 那你后来呢 还要跟人家 争 最起码的 那你跟他要 互动一下这个关系 那么你也赚了钱 是不是给他 起码送点礼吧 甚至讲究人 你可以给他 分一部分的 其实最最讲究的 就是 江湖与江湖 看你来了 我就不来了 这就 互相这件事 都没见过面 不认识 那是最 真正 默默稳的 最崇高的 无名的 这种 敬州 很多事都是这个道理 那再说 你说还是 说不通 我又不经商 我又不怎么样 那你到哪去 有排队吧 那你先来的 怎么样 那就先办了 你后来的 你凭什么先办 你说不行 每个人公平 就有西方那套 投票选举 大家一起公正 排兵排 一起冲 你说 用抢 这算不算抢呢 反而当不是 你只能一个一个办 由你这个 互相坐下来 商量这个功夫 你已经 有些情况 已经就办完了 那是不是 那再说一个好笑 你说 投胎 我们就拿这个 打笔 那这个人 这一生 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位置 怎么办 那你先来 先到先得了 你再来 你再想当他 不行啊 下废做 让做也是一样 那么多做 你非要做这个 你怎么 这样争来 没法争 根本就没法做事 起来 那么多做 他才能做 不过 感谢观看